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马拉松安全 上周六甘肃白银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当中 21名参赛者遇难引发关注 我们来看南都周刊 这一次马拉松比赛 它分为五公里健康跑 21公里越野赛 以及100公里越野赛 绝大部分参赛者参加的还都是健康跑 冲击100公里越野赛跑的只有172个人 其中21名遇难者都是参加这个比赛的 据参赛选手透露 今年的赛事的组织 其实比往年还是有进步的 路面也变得更平整了 但这依然不够 遭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 短板就暴露了 当天比赛刚开始它就刮风 之后更是大降温降雨冰雹 导致选手失温发生悲剧 有专家认为高海拔地区天气多变 这是可以预见的情况 就应该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比赛前一天 甘肃省气象局还发布了提示 说有一次大风沙城降温降水天气过程 五月强对流天气多发 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 冰雹雷电大风等不利影响 组委会本就应该强制要求选手 带水冲锋衣 保温毯雨衣等装备 沿途还应该设置相应的救援点 比如布置帐篷 它就能够更大限度地避免伤亡 这场悲剧既暴露出赛事组织上的专业缺失 也暴露出马拉松比赛紧喷的情况下 整个行业粗放发展的弊端 如今国内各种马拉松比赛成出不穷 除了在城区里的比赛 还有不少像白衣马拉松这样 放在景区的越野赛 这场事故也是一次提醒 马拉松要跑好 咱组织能力安全保障 就得跑步跟上 接下来是新周刊文章标题 这样的洗脑广告越多越好 哪样的广告呢 反诈骗宣传广告 陆金为了提醒人们警惕电信诈骗 不少地方都张贴了反诈横幅标语 每一条都堪称文案鬼才直击人心 比如这个 防火防盗防诈骗 不理不采不转钱 还有这个 刷单前先问问自己 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好事 为啥能轮到你 让人是闻之清醒 见之警惕 这些文案还只是反诈宣传的排头兵 咱警察署说还用上了各种妙招 大爷大妈排队领鸡蛋 他们就专门制作了反诈鸡蛋 映上生动的标语 扫码下载反诈APP 就免费送上口罩 考虑到东西太多不好打包 还贴心地备好了反诈环保袋 让每位大爷大妈呀 自动化身为反诈宣传大使 带着这标语呢走接串下 此外还有专门针对年轻人的妙招 你看年轻人他喜欢喝奶茶 就专门映制反诈宣传的杯套 年轻人呢喜欢去网红店打卡 就在这店门口呢守候啊 甚至呢还联合店家推出福利 只要下载反诈APP 就能免排队进店 总之吧菜市场小公园 步行街地铁口 有人的地方就有反诈宣传 说起来反诈宣传之所以这么良苦用心 是因为啊现在这骗子的手段呢 那实在是防不胜防 不光中老年人容易中招啊 很多年轻人也难逃陷阱 有数据显示 去年这一年啊 全国公安机关就破获了将近26万起电信诈骗案 超过一半的受害者啊 都18到28岁的年轻人 他们呢因为社会精力有限 防范意识不足 就栽进到骗子的圈套 必须啊强化大伙的反诈意识 才能够让更多的人避免被骗 要我说反诈宣传的套路 咱也不妨多来几套 好接下来是财经天下周刊文章标题 这届企业家为何纷纷早退 下面有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 宣布卸任CEO一职 在这之前呢 拼多多创始人黄征是宣布卸任董事长 他们一个38岁 一个呢才41岁 正值当打致年为想到啊 接连是提早退休 很显然这届企业家跟以往的呢 不太一样 在传统行业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呀 往往舍不得放手自己的公司 工作到高龄造最后是常态呀 但新一代的创业者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过去这些年互联网行业 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流量竞争呢是日趋激烈 对流量的渴望 让各大互联网公司 就变成了996的重灾区 这些公司的创始人 就需要从日常管理当中来抽身 探索创新 开发新的赛道 不过虽然是宣布了辞职 但外界的普遍看法呀 是他们并不一定就放弃了 对公司的管理和控制 比如京东的刘强东 看似呢退居了二线 实则呀还在掌控公司 更特别的是梁建章啊 除了研究人口学 当公司面临困境的时候呢 他多次回归 看起来啊 互联网企业家的早退 只能是退而不休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都周刊文章标题 兔子被解放 进口化妆品测试松绑 之前国家药监局 下发了一则规定 其中就提到 从这个月起 进口化妆品 免除动物测试 化妆品动物测试 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啊 不过 近些年 随着动物保护观念的进步 取消化妆品动物测试的呼声 是越来越高 几年前 国家药监局呢 就有规定 我们本地生产和销售的 普通化妆品 不再强制 要进行动物测试 如今这进口普通化妆品也取消了 这个新规的出台啊 被不少人形容为被解放的兔子 专家就说了 豁免动物测试之后 会有一些替代性的实验 比如体外测试 计算机 介谋等等 以此呢 来确保化妆品的安全性 要我说 人类的美丽实验 你不能以动物的痛苦为代价 你看 做实验的兔子下岗 说明咱动物保护的理念 上线了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福建省博物院 展出了一幅特别的清明上河图 是用一千多公斤银 雕刻而成的 长8.9米 耗时六年完成 每一个细节都唯妙唯消 这手艺很金贵 摄影师拍到了一组 壮美的南极光 下半部分是绿色的 上半部分粉色的 仿佛两条壮色光带 交织在一起 在夜空中挥舞 美轮美奂 接下来是党史天天读 照片上这个 是位于江西瑞京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就职 坐北朝南 带瓦黄墙 典型的干南客家风格 在坚固卓绝的中央苏区时期 我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 最早的人民司法审判机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最高法庭最高法院 形成了四级审判机关 两省中省制的苏维埃红色司法制度 这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司法人物 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制定了选举条例劳动法等上百部法律法令 寓意了现代司法理念和制度 1932年2月到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长征前 零时最高法庭最高法院 审理和附和了有关刑事民事军事案件 大约有三千余件 不仅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做出了重大贡献 也为后来延安时期 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 新型人民司法审判工作 奠定了坚实的司法理论和实践基础 时代虽有变迁 不变的是司法未明的初心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咱们都说五月不减肥 六月突伤悲 这夏天来临 一些减肥药又开始在网上大肆的推销 最近有一款药物被宣传成了神药 说义和治肥胖 安全无负作用 还说它是中华老字号 放心服用 三天见效 不反弹 什么药 这么神呢 这药叫奥利斯塔 本身是一种脂肪酶抑制剂 患者服用后可以抑制脂肪在肠道内的分解吸收 以此来控制体重 根据国家药品监管局的信息 这药一般是用于治疗肥胖或体重超重患者的临床治疗 不过它在网上却被包装成了可以随便吃的减肥药 各类短视频平台就成了主要的推手 一些主播用情景故事 专家推荐等形式来进行洗脑式的营销 说什么中华老字号9块9就能够体验神奇的效果 但其实呢 这药跟中华老字号八杆子都打不着啊 另外一些博主在推销的时候呢 刻意引掉了这药的副作用 把效果就夸得神乎其神 有医生就说了 奥利斯塔只能起热量控制的辅助作用 它并不是减肥的灵丹妙药 另外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比如头痛 腹痛 甚至呢还出现过严重肝损伤的案例 在某电商平台上 有不少关于这款药的副作用投诉 一些商家出于利益的冲动 信口开河夸大着药物的减肥功效 那咱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就必须呢 对这种虚假宣传浮夸营销 要进行严肃整治 另外我们也要奉献各位啊 世上哪有什么一步到位的减肥神药呢 想要健康减肥啊 还得靠这个平日里的饮食控制和坚持运动 以牺牲健康为代价 这样的减肥那就是本末倒置 好 接下来是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标题 癌症成为慢性病 代癌生存如何实现 这段时间 北京一位医生反映肿瘤治疗黑幕的新闻 使得癌症治疗的话题是备受关注 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啊 癌症那就是绝症 没办法 但其实呢 现在的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电影《我不是药神》当中 救命药的原型格列位 是最早的靶相药物 使得患者的十年生存率 从30%提升到了90% 那就开启了癌症精准医疗的时代 目前在靶相药的治疗下 一大半的肺癌晚期患者 通过靶相治疗 可以使得生存期呢 延长三年以上 有一些癌症变成了 像什么高血压压呀 糖尿病那样的慢性病 有医生就说了 现在很多患者呀 是可以带癌生存的 现在更关心的呢 是如何让晚期癌症患者 更有生活的质量 更有尊严 你比如 癌症带来的癌痛啊 治疗过程当中的疼痛啊 让很多患者呀 难以忍受 但实际上 80%的癌痛 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的 国内在技术上 这个问题啊 也不大 这个疼痛管理最大的困难呢 其实还是观念问题 很多患者 仍然把能够忍痛 当作美德 不知道要去止痛 其实 长期的疼痛 会导致神经系统 发生这个病理性的重构 让人啊 对疼痛更加的敏感 结果呢 你越人 他就越痛 而疼痛 又导致患者免疫力下降 就更容易呢 出现复发 不光是患者呀 甚至一部分医生 他对患者的疼痛 也比较漠视 那直到最近这几年 重视疼痛的肿瘤科医生 才越来越多 不仅是对疼痛的管理 在癌症变成慢性病的大驱使下 医患互动中的人文关怀 对患者的健康也至关重要 带癌生存 需要长期治疗 要跟医生长期打交道 好的沟通 他本身啊 那就就是一种治疗 眼下 一位医学专家 正在编写一本书 叫《癌症患者科普指南》 把专业医疗知识呢 变成患者能够读懂的大白话 他就说了 癌症慢慢成为一种慢性病 这病人主动掌握自己的疾病信息 掌握自己的病情变化 从新的治疗药物 治疗手段当中来获益 这样呢 才能真正活得更长 也活得更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慈 暗网人格 这说的是有一些年轻人 在网上的一种存在状态 你看不同的场合 他存在方式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 在亲戚好友都能看到的朋友圈里 他就是一个沉默寡言 景言盛行的乖宝宝 面对七大姑八大爷的各种叮嘱啊 催婚啊 往往回复呢 就是一句乖乖的 好的 我会上心的 外加一个乖巧的笑脸 从来啊 不多说一句话 可是呢 在亲戚朋友看不到的地方 他就完全放飞自我 活跃的像是另外一个人 各种哈哈哈哈 网络流行梗是 信手拈来啊 聊天聊得比谁都要欢拖 同一个互联网 简直呢 判若两人 暗网人格 要我说 这也叫 看人 下菜碟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网上的虚拟恋人 让很多年轻人上头 只要几十块钱 就能和素未谋面的人谈恋爱 商家推出详细的服务种类 比如陪聊天 陪打游戏 哄睡 叫醒 一个小时收费呢 几十到几百 最高的 他能上万 不过 新华社记者调查呀 就发现 虚拟恋人 在制造甜蜜的同时 也暗藏各种陷阱 说有一姑娘 在网上啊 下单 购买虚拟恋人的服务 她把每天的心情啊 工作呀 都跟对方来分析羊 刚开始呢 对方不仅耐心倾听 还开导她 鼓励她 各种情话是一套又一套 在对方的甜蜜轰炸下 这姑娘就不断地为对方啊 来克金 花季前来啊 眼都不眨呀 那最近啊 这虚拟恋人潜在的犯罪问题 引发警方的关注 部分商家 抓住消费者的情感痛点 她就不断地扩充项目啊 诱导你啊 无止尽的续费呀 因为这些个续费打赏 都属于个人行为 它属于法律上的无偿正语 等你想要她回来 那就很难咯 更严重的呢 有人遭遇到杀猪盘 最后情财两空 之前有一姑娘 就被虚拟男友啊 骗了八十万 情感也没有 警方就提醒 在这种虚拟恋爱当中 那对方呢 是依据你的喜好 打造出一个人设 咱呢 得时刻警惕 这粉红气泡背后的陷阱 涉及到和钱相关的要求 必须多一个心言 要说 真正的恋爱 需要互相了解 需要彼此奉献 并不是单方面花钱 就能买到的 虚拟恋人 不要让陪伴 变成了 赔钱的赔 半岛的伴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在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